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 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济 鲍鲍湖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你为好 今天是2024年7月8号 星期一 奴隶假成年6月初三 今天的主要内容由 加拿大工资持续增长 加拿大租房市场火热 多伦多少年向人群骚蚀 多伦多公寓内曾经 加拿大失业率暴涨 加拿大甜心税 杜鲁多参加北约峰会 加拿大杀入每周倍思想 下面下面汇报一下今天的具体内容 加拿大工资持续增长 是就业率持续停止 但平均失心仍在增加 5月份案件增长5.1% 一份报告指出 总体工作水平持续在高位增长 是因为联邦政府务员的贡献 联邦公务员薪资和招聘成长 正在扭曲整体数据 今年第一季度 商业部门薪资成长3.4% 非商业部门薪资增长8.4% 联邦公务服务部门的 招募热查和薪资成长 正在推动加拿大整体薪资增长 加拿大租房市场火热 加拿大房租近年来比较深 5月份所有房产类型的平均租金 年增9.3% 加拿大一些最难以复杂的市场 如多林多和温哥号 两房的租金 现在每月都超过3000元 虽然加拿大当局正在努力增加 租房供应和减人口增长的速度 但专业指出 富永职王租金很快会大幅减少 多林多少年向人群扫尸 多林多警方表示 一群青少年用气墙在乌德巴尔帕公园 向多人设计 报告成伤势较轻 多林多警方表示 至少有7名15-16岁的男孩 全身黑衣参与了这些事件 警方建议公众远离该地区 多林多公寓楼内群击 周日下午 多林多东区移动公寓楼内发现一名枪上枕 事件发生在靠近 Queen Street和Booth Avenue一带 多林多警方表示 下午3点左右 警方接到报案 一名受害者在公寓楼中枪 随后这名伤者被送往医院 又说明危险 嫌疑人是一名30多岁的 喜马拉雅以南起提格渐重 加拿大失业率暴涨 加拿大的红级局周五表示 由于6月份就业岗位减少 全国失业率上升至6.4% 上个月运输和仓储和解 以及公共管理部门的就业岗位减少最多 部署和食品服务行业 以及挪业部门帮助抵消就业岗位减少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的降临 对加拿大年轻来的打击尤其严重 却是没在课间出价很难找的工作 今年期间为止 6月份是失业的第二个月 虽然失业率已从两年前的历史地点回升 但由于就业增长 未能跟上渐达的人口增长 失业率大幅上升 加拿大天新税 6月28日 最后党颁布了数字服务税DST 该命令于6月20日获得批准 DST全称是Digital Service Tax 就是数字服务税 该税起初于2019年提出 在2024年开始正式起售 预计能为政府带来数十亿元的收入 这项税收的主要对象是注入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 该税将对全球年收入至少十亿元 却在加拿大年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公司 征收3%的税率 第一年的税收征成两年 包括自2022年1月1日起获得的收入 杜鲁多参加北约峰会 北约为了庆祝成立75周年 定于北约9日至11日 在华盛顿举行中等峰会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前往华盛顿参加会议 在闭门会议期间他预计将听到盟友的批评 原因是他拒绝提供一个明确的计划 来实验北约的国防支出目标 加拿大目前计划将军费开支提高到 国内生产总值的1.76% 加拿大是少数没有达到极准的北约国家之一 加拿大杀入每周杯四抢 在以维尼瑞拉的四分之一决赛中 加拿大队在点球大赛中最终比分达到5比4 成功继身四抢 起初加拿大队打进一球 领先维尼瑞拉 但为人类的展现了非凡的能力 以及超远的调势将比分翻评 比赛不设价实赛 随即以忽射十二马决定胜出 双方在五轮忽射中各路三球 最终加拿大以为弱的优势获胜 在下一场半战赛中 加拿大将迎战阿根廷队 他们不仅为了获胜 更为了获得尊重和林克 汇率和天气预报 7月8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32.9元人民币 明天7月9日的天气预报 波太豪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中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